正對面有鳳凰山落學校 左手邊是兆慶理工學院 其實我們這邊是沒有店舖的 店舖外面這一塊是全部自己用的 這邊可以做餐飲和教育機構 基本上每間店舖都預留了 這位置做排檢給大家 今月公館這批商店 總價1,25萬元 家幼喜是 是一家服務含蓋粵港澳三地的大灣區置業公司 在香港珠海均設有辦事處 公司致力於 為粵港澳客戶提供一站式的大灣區置業服務 客戶只需一個電話 我們就為你提供一對一的管家式服務 資深置業顧問 為你提供大灣區物業第一手資料 助你在大灣區的發展道路上 無往不利 除了專業 我們仲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團隊 以真摯熱神的服務裏面 在市場上贏得眾多客戶的青萊 我們還有專車接送體樓 協助你收樓驗樓 裝修辦證 全方位照顧每位業主的需求 售後服務含蓋公正委託 協助諮詢港澳人士辦理居住證 辦理孩子入學灣區學校 管家式房屋代租 托管等 一條龍服務為你免許一切煩惱 助你融入灣區生活 致熱大灣區 有我便有他 安心又歡喜 事必找我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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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熱大灣區 首選加油喜事 宇宙 敬旅 宇宙 消 gum器 大家好,我是Elphie 今日來到頂湖區的地方 屬於聊天區 今天為大家介紹 share 新城金月公館的商铺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新城金月公館的正門口後面 正對面就有鳳凰沙羅學校 這屬於一個私立學校 我剛才籌了資料 這屬於當地貴族學校 學費基本上是從小學初中到高中 高中是直升的 小學初中收費是三萬元左右 一年的 非常之誇張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呢 因為這次我想說這個商铺 先跟大家介紹周邊的人流情況和人流的數字 除了這個學校之外 可以看到現在是周日時間 學生準備上課 非常之多人 在我們鏡頭的左手邊 這邊就是紹興的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屬於頂戶校區 理工學院正對面都有一個樓盤 這個樓盤其實是理工學院裏面的一些老闆 是興建的 之前的名稱叫做教學學園 我忘記了 那個叫什麼 教師新村 教師新村 這個位 現在改了名字 好聽點 叫做圖里園 裡面居住的都是老師 私人宿舍 下面也是有舖 它還沒有建造 我可以看到 現在有排山 這裏是水義旗位置 好 鏡頭的右手邊 再講講 這片區 這塊教學片區 非常之大 包括我們在後面看到 後面那塊 我們看到有吊車 這裏是屬於理工學院的義旗工程 整個佔地有三萬多個房 包括有學生公寓 教師公寓 還有這個飯堂 還有這個地下乘客庫 這個位置都相當大的 我在網上看到 它員工時間是今年2022年的8月份 都是因為疫情原因 所以說它現在暫時還沒有員工 但我剛才走過去 看到它裡面 包括外面 包括內容 全部都裝修了 其實可以看到 這一片過來 人流的水準是非常之高 包括我們自己小區 在這個金月公館 可以看到後面 這個金月公館已經交了樓 是上一年交樓 目前的入住人流 基本上是達到兩成到四成之間 還有一個我得知的消息 就是他們現在地下車庫的車位 都供不應求 車幅大概50元一個 基本上是賣光的 所以說這邊的人流量 包括我們自己小區 都非常之多 好了 我們今天說完這幾個 我們都簡單些去介紹一下 目前的商店 可以看到這片人流非常之大 雙鋪的供應是非常之少的 我們在這製造部的左手 這一塊只有幾間 大概有六七間 其實之前已經賣了一次 目前那邊還吃了一間 我們現在先過去看看 在過去之前我們也看到 其實在這裏門口已經是有封巢的快遞箱了 代表其實非常之多人入住 看到那些快遞是相當之多的 還有未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鏡頭先放慢一點點 我們看一看這一邊 那這邊有分一個人行道車 人行道 包括這裏面 其實這裏面 是屬於紅線範圍內的 那我是諮詢了發展商 未來其實買了舖的話 前面那塊地 基本上可以用到的 那其實我覺得做商鋪 最重要是幾樣東西的 第一個人流 第二個你鋪面的開闊程度 就是我們說的開間 第三個就是那個展示面 那第四個可以說的就是 鋪面前面 究竟有沒有停車位 還有有沒有開闊的空間 給自己使用的 那這裏是有的 那這裏其實基本上 我們外面可以做停車位 也可以 或者自己如果是做其他一些 親眼店啊 包括一些茶眼店啊 放幾張桌出來都沒有問題的 那可以看到了 那現在 在售的 那這一邊只有這一間 那這一間是 屬於三個門面的 那這邊有個小門面 那這邊有個小門面 那這裏兩個是大門面來的 那這三個門面呢 就成了一間鋪 那這間鋪是大了一點的 那我們看到這一工廷後 裡面已經是做了一些 內隆的一些 為什麼呢 雜物清除 那這間鋪的鋪面呢 可以看到其實它 不算特別方正 屬於一個鑽石形的 那這種鋪呢 其實呢 在這個位置呢 做一間茶飲店 或者是做一間 教育機構呢 是非常之好的 剛剛我也說到 這邊的一個 教育的用地非常之多 包括我們理工學院 包括我們這個 鳳凰三落小學 整個片區 基本上都是 教師和學生居多的 那這種呢 就是這種群體啊 它的一個購買力 是非常之高的 那我想說這間鋪有勢啦 那其實呢 我們這邊呢 是沒有鋪頭的 因為我們是在流洞下面的 那這個下面呢 其實是這個大堂 和這個 樓梯入 樓梯口位的 所以說這邊的鋪 全部是沒有做的 就只有這邊這間 單邊位的鋪 所以說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到 這個鋪頭 外面這一塊 是全部自己用的 非常之正的 在這裡 還有呢 我們看到了 再轉過來先 在這間鋪的對面呢 那這裡就是我們的 桃梯園二旗 那現在目前呢 其實這條路 鋪鋪道呢 是未做好的 包括到時候它二旗做好了之後 這條路通了之後 其實桃梯園 非常之大的體量 我們看到了 這一塊二旗 那未來其實人流量的話呢 是桃梯園 和自己這邊 包括我們 兩所效 都是吸納到的 這個位 那先說一下這個 這個鋪頭 那這個鋪頭的話呢 這個位置 其實是面向這個 東向的 東向 有個好處是什麼呢 不怕西曬 還有我發覺 這一排的鋪頭 都是屬於東向 東南向的 基本上下午的時間 和白天的時間 都非常舒服 早上的陽光 非常溫和 下午不怕西曬 所以說呢 下午時間呢 如果你做到 差暗店 在外面都非常涼爽 所以外面的位置 都可以自己用 非常之大 這個廣場來的 那目前呢 除了這間鋪頭之外 那幾間鋪頭 都是賣光的了 那在早期已經賣光了 就剩下這一間的 雖然說這間鋪 這間鋪 是有八十幾個方 那等下價錢呢 我都可以公佈 在我們的平和下方 非常之優惠的 單價仙萬幾塊 在這一邊 那接著來我們先看 左 另外一邊的鋪 好 好了 那我們就 轉了 鏡頭到這邊了 那這邊呢 屬於我們的小居門口 一個左手邊的鋪 那這個正對正後方 其實都是這個 鳳凰三落的 好了 那我們看看 目前呢 我們在售的話呢 頭這兩間呢 就肯定先搶了 那看回這間第三間 第三間都是 非常近門後的位 那這間呢 就是四十七個方的 都是比較方正的位置 那後面還要有個名窗在這裡 那我先這樣 因為 我先看看開間 因為我們出來少少 出來少少 我們先看開間 那因為發展商的 那些數據 可能比較模糊 那我只能帶了一把尺過來 量一下那個開間 大概多少 那其實這個開間屋 不小的 有四塊門面在這裡 那從這裡開始吧 嘩 這個門面都頗闊的 差不多去到四米 有三米九四 這個門面 三米九四的開間 這個位置很方正 還要塞了 再多久一點 咦 搞定 好了 先看看裡面的格局 那方正正 基本上是沒有儲位的 這些地方 那它現在呢 其實基本上是清光的 基本上是這個交流標準的 那還有呢 我想說就是 因為這邊的話 它是預留了一些位 是給你做排煙的 消防管做好了 所以這邊可以做回餐飲 以及做回一些 教育機構 也可以 餐飲也可以 因為這個門口位的話 這個價值點是非常OK的 我們排煙本道這裡 都預留了一個位 基本上每間店都預留了這些位 是做回排煙給大家的 那未來的話 可能上面的話 要做一些過濾的設施 這樣做 因為它上面雖然是通頂的 那再說一下這個層高 這個層高是去到五米五的 因為是未封 到時封頂的話 可能去到五米左右 那這個位置來講呢 可以看出去 基本上是東向的 這裡 我下一次掩針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東向 東北向 現在看完這個店鋪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價錢 先講一下這個店鋪的價錢 這個店鋪的價錢 這個是屬於15號鋪的 47.76個方 這個折後價是去到517000 其實單價只有10800元 這間店鋪 非常之OK 四四方方 因為它四十幾個方面積OK 它還有實用率非常高 可以看到它外面這一塊 其實都可以自己用的 外面這一塊 就算你做回停車位 自己把車停進來 也行 現在很流行的 這些市集 停車在這裡做市集 兩間店鋪一起用 正 還有呢 講完這間店 這間店呢 因為這裡是沒有店的 這個門面是沒有店鋪的 所以說呢 好像我們這間店鋪出來 這一塊 這一塊面積呢 完全可以自己用到的 這個跟隔離協商 一人一半這樣 這個位置挺漂亮 如果是做餐飲的話 基本上這裡就出來 去拜託就對了 因為這個是東北向 東北向 所以說呢 是沒有篩光的 真是正 好了 看回第二間 那這一間呢 這間應該是14號鋪了 這間是14號鋪 14號鋪這間呢 是去到50個方的 這間 因為這間是進心深一點的 都是比較方正的 沒有明顯的儲位 都是兩邊有的 可能到時候用的話 因為兩邊的儲位 多了一點 可能到時候用的話 會不會太方便 但是這個 這個進心救心 這個位置 那其實呢 如果 這種店鋪有個用途是什麼呢 它進心自己救心的話 其實可以在後面做個樓梯上去的 這種店鋪可以選擇兩層 選擇一點上面 可以做為儲物的 那這種類型的話呢 做回超市 做回一些白貨類型 OK的 或者是做回一些新鮮梭 好像切帶孖這些 這些完全OK 因為兩邊不需要太長 它不需要蒙面太闊 只要進心救 因為這些要備貨 所以上面可以做回一個 備貨的位置 放貨物的 那這邊做回一個樓梯 那這邊做回一個收燈台 哇 這個就是大一點 那我也和大家量一下這個門面 這個門面呢 就會比剛才那個 會窄一點 對 這個門面是3A2 做回前大媽這些類型 因為每個小區呢 非常缺這種類型 因為我們平時的市場 會走很遠 對不對 那如果小區樓下 有這些 類似前大媽這些 賣新鮮梭果 賣這些肉菜的話 方便很多 還有呢 會很好 為什麼呢 會很旺的 因為每個地方 自有這些新鮮梭果 周邊就會建很多間 爭生意 十三號鋪 十三 這間 和這間 哦 是這間 這間是死了一點 這間是十三號鋪 那我就先 哦 這間沒有了 是嗎 哦 哦 這些是有的 好了 那我們去看看 這一排其實都是有的 那面積段呢 都是差不多的 看回這間 這間是 這間是七號鋪 是嗎 好了 這間 這間是七號鋪 這間是三十五個方的 三十五個方 都是 都是進深比較深 這種長方形的鋪 對啦 消防啊 和這些排鷹管道魚流位都有的 我看見裡面 一般排鷹管道魚流位 都是留在裡面少少的 這個好像沒有做 哦 這個是那個位置 在那個位置做了二樓管道 那消防啊 這些都做好了 包括好像 電勢位這些 有下面有排水位 一些 可以明顯可見的 那我們都去量一下這個 開間先 那這個開間 其實我覺得都是三米 三米二左右 這個開間 我們第一間鋪 四十幾個方位是會大一點的 對啦 這間也是三米二 剛剛三米二 這間 這間就是 四十幾個方的 不是這間是大一點的 稍等我看看 我們先看看 這間 07號鋪 這間是三十五個方的 這間 講講這間總價 這間總價是三十九萬五的 單價去到一萬一千塊 這間 基本上是這一排的鋪 面積段是差不多的 這一排的 我們先看看 剛剛我們經過的位置 07號 這邊還有幾間 就面積小一點 我們其實越到後面 面積會小一點 這間應該就是五號鋪 這間五號鋪的話 三十六個方 跟剛剛差不多的 都是非常方正的 這些鋪 好 我們再看看門面 其實門面 基本上都是三米二的 我先看看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個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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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量一量 這間三米三 相差一點 除了我們第一間 第一間是開間 比較寬一點 其他這幾間 相對進心 差不多 好了 我再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價錢 這一間 就是零五號鋪 零五號鋪 它的價錢 去到四十萬四千元 單價一萬一 其實基本上 這一排鋪 單價都是一萬一左右 好了 我們再看 再細一點 就是最後這兩間 這兩間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其實 它除了這兩間之後 這裡的位置都很闊 我先說一下這個門口 我先說一下這個門口 這個門口是一個緊急用的門 例如好像以後 如果有消防車進去的話 可能走這個門進去 平時是鎖住的 所以說這一塊空間 平時基本上 可以用到少許 肯定不會阻塞通道 用到少許 這個位置 這兩間 小一點 其實這些用途非常好的 這間就是01號和02號鋪 這兩間分別都是22號鋪和23號鋪 這間就是22號鋪 非常之正正方方的一間鋪 其實它都有排鋪半度 其實這些做間做餐鋪非常好 因為它總價並不高 這間的面積是22.30號鋪 它的折後總價是25.9萬 即是26萬左右 都是11.1萬一個方 這間 這間受益大一點 這間01號鋪 就是第一頭位 這間是23.38號鋪 和剛才那間都是雙差無幾的 我們看到左手邊的上面 都是預留了這個排鋪管 這間是27.1萬的 單價是11.16萬的 非常之OK 剛才人流和周邊的人流數值都懂了 大家想不想知道這些店舖的租值如何 我現在去隔壁 問問已經租了一個店舖 問問他們現在租值如何 還有呢 剛才我覺得這間店舖的租值如何 其實學校周邊的店舖 在這個目前年 我們紹興所有學校的店舖 最貴租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紹興學院 紹興學院門後幾間店舖 現在租到200萬房 是非常之誇張的 等一下我們都去看看 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這間店現在賣是否值得 在節目最後 都和各位觀眾朋友做個總結 今月公館這批商店 總價是1,25萬元 而且全部是預留在排鑫館裡 可以做餐飲 而且這個地方人流相當之有質 全部是老師 以及貴族學校的家長和學生 對於做餐飲 文具 以及教育機構的需求非常之大 如果對這批商店感興趣的朋友 記得即時聯絡我們 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點讚 下期就不會錯過精彩的資訊內容 我是Healthy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